主隊篇介紹卡片的部分 那這邊用秦始皇做例子 那第一個要說的是星數 那星數在名字的下方這裡 那秦始皇是七星卡 然後在神魔之塔17.0的版本裡面 目前最高的星數是八星 那八星的卡片還是非常少 那再來是三維 可以看到說我們中間有顯示 生命力、攻擊力、恢復力 三種能力我們簡稱為三維 那除了三維之外還有種族 那種族的話其實 每一種種族對應的優勢又不太一樣 像是秦始皇是魔族 魔族普遍攻擊力偏高 妖精是恢復力偏高 龍族是血量偏多 往下看這邊是主動技以及隊長技 我們卡片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主動技能 因為卡片你在戰鬥中 作為隊員主動技是一個很重要的技能 然後隊長技的話是只有你要拿他當隊長 這個能力才用得到 當然一個隊的隊長也是相當的重要的 那這邊除了主動技、隊長技之外 右上角的問號還有隊伍技能 首先問號打開它會跟你說這張卡片有哪些的隊伍技能 以及一些資訊 這邊可以看到說隊伍技能下面的能力是不是很多 然後再往下拉一點點 它有跟你說發動的條件 所以你要獲得以上的能力 你就是要達成以下的條件才有辦法獲得 那除了這個之外它也有第二個隊伍技能 所以它是有兩種 但是第二個隊伍技能的發動條件又再更嚴苛一點 就是你要拿它作為隊長以及戰友 並且你還有三個以上的模組 你還會獲得上面在這個的效果 隊長的技能我也要跟大家補充一下 像秦始皇隊長技有說到 它暗屬性及模組攻擊力六倍 那代表說我隊員配置 我暗屬性跟模組都有這個倍率的效果 對甚至說它沒有要求只要暗 所以我搭其他的屬性也可以 但是只有暗屬性跟模組才會有攻擊力 那這邊的話就要稍微介紹一下我們的文仲 文仲他說隊伍中需要有水跟光屬性的成員 對所以你至少要有水跟光 你才會有後面的這些能力 如果你隊伍少了水少了光都不行 就是兩個水跟光都要有 但是你也可以有暗屬性 它只說要水跟光其他的不管你 然後再來另一種 就是我們的佛利加 佛利加他說隊伍中只有神族成員的時候 所以這個大家應該就更清楚了 就是我隊伍只能神族成員 我完全不能去帶妖精或者是人類的種族 我不能帶其他的 我就是要全部都省 才有辦法獲得全隊攻擊力五倍的效果 那除了佛利加這一種之外 還有一種條件我覺得比較嚴苛一點點 就是我們的白虎 他說隊伍中只有機械及獸類 所以變成說你隊伍中你一定要有機械族跟獸類 跟剛剛的文仲有點雷同 只是文仲是要水跟光 這個變成種族 而且它唯一的差別在於說 它只能有機械跟獸隊 如果我有人類的話還不行 它隊伍只能有機械族跟獸類 所以比文仲來講算是更嚴苛這樣子 再來鐵扇的部分 那它說隊伍只有幕屬性魔族 或者是幕屬性神族及魔族的時候 所以它就要求你要嘛就是全部都幕屬性的魔族 或者是有帶神的幕屬性魔族 對 因為它自己本身是魔族啦 所以你隊伍一定會有魔族 只差在說你有沒有也要帶一個幕屬性的神族 這樣子 對 但是你就是不能有其他的種族 對 所以 每一種的隊伍技的要求就都會有一點不一樣 這邊大家要多加注意一下